Hello大家好 我是Negresi 欢迎收看我们狂想房 吉隆坡看房系列 好久都没有跟大家分享 我们吉隆坡市中心的房产项目 特别今天这一款有非常好看 要跟大家讲 而且是刚刚新鲜出炉 这一个也才刚刚推出市场的 来先给大家看一下 我后面身后这个 就是我们在项目的附近 很出名的旅游景点 打卡景点 这个叫SALOMA BRITIA 所以你看到前面很多人在拍照 那我们的项目就在这条桥走路过来 后面这一边 你看又来游客又来了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们Bubby Bank M Bank 我们的这个项目 就在Bubby Bank后面的这一块孔地 进得往上移的话 我们这个停车位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地点 那这个地点到底有什么特别 它就其实是走路前面 就可以带到你们去到送风塔 来走 我们现在带去到实际地点看一下 来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实际的项目地点 那就是我们是目前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停车场 但是已经围起来了 那因为刚刚才推出项目 接下来就会开始推地 开始建楼打造了 那我们现在话不多说 就要带你们从这边走路到前面 看我们的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的地标 双方 有多远 来走 是从那一个地方走 路就是会是这样子 那这一栋呢 就是Puppy Bang Tower 啦 在我们九亩波市中心的Puppy Bang Tower 在我们九亩波市中心的Puppy Bang Tower 对不对 很少民宿在这边附近 就是有住宅的话 双方塔周边附近 我们现在带大家去到Sales Gallery 跟大家讲解更多的关于这个项目详情 Let's go 哎呀 好 那我们来到了Sales Gallery 这边先跟你们讲一下 我们整个项目更多的详情 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地理位置 虽然刚才你看到已经很壮观的双方塔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讲一下周边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一些设施 来 我们给你看一下这一栋 你看透明白色的 就是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际地理位置 前边这一栋呢 看到吗 这个就是刚刚有看到的Puppy Bang Tower 对不对 那其实前面这一边呢 你Puppy Bang前面就看到两幅很壮观的 也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地表 就是这个双方塔 其实前面你可以看到有M Bank 还有Four Seasons酒店 包括这边另外一边呢 这一栋是W Hotel 都是五行级饭店 都是围绕着这个地区 这个地表 当中巴兰旁边呢 走路到附近的话 有很多各大的这个办公楼这样子 你还可以在这边有看到 再远一点就还有KL Tower 还有其他的一些office啊 等等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表 这个地理位置来讲的话 是绝对毫无之一的 一流 好 那看完了地理位置呢 我们先来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整个地下项目吧 这个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非常火爆的一个项目了 来说一说一下这个项目最大的重点呢 先说这个算是吉隆坡市中心其中算是最高之一的 一个有68楼高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项目了 而且最大的一场第一个就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你看到68楼这边的将会是打造成我们吉隆坡市中心最高的 sky bar 就是空中餐厅了 大家如果有去过市中心 在KL的话 有很多的 sky bar都是那种高级餐厅 都是围绕吉隆坡的市中心可以看到很美美的景观 特别是晚上夜景 然后那这个呢 跟别的不一样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景观 就好像这样子 就是精进看到吗 哇你的吉隆坡这个双峰坡就在你的前面 这个就是到时的出来的 exact view的 他们把转飞到68楼看 而且你不只看到这个双峰坡 你还可以看到W的hotel 这个medica E8还有这个KL Tower 还有其他整个office tower 这边整个的景观夜景 超漂亮的 而且是360度 都是可以看到有角度 而且是玻璃打造的 到时的业劲肯定是爆红的啦 ok 好那我们现在回到来这个项目的话呢 来我们从前面这边跟你讲起了 吉隆坡双峰坛 还有另外一个方向的话 像是我们的吉隆坡坡巴路的方向了 那我们这边呢 来进来的话 路口会是这边 我很喜欢的 你可以看到它有这个 我们放大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panel 看起来很像五星级的饭店 对不对 那个panel这样子的 那这边一进来 Ruby 再录进来 这边就是我们的Graphos 我们的Lobby 那这一个项目呢 将会打造成很像游客的 算是Airbnb 以后网红打卡的一个 算是Airbnb的一个住宿 这样子啦 那Graphos到时也是会有一个 Reception Counter 那这边有一个panel 指定的一个operator 可以到时如果你可以选择 要交给他们管理的话 他们会帮你去打理 那你就算人在海外的话 也不需要担心 只需要每个人看一下 诶 进账高签这样子 他们有一个专属的一个counter 在这样子啦 往上看的话 九楼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Facility 那说一说一下停车位 因为这个项目是Airbnb 所以他没有停购停车位 因为主要都是游客嘛 游客很多都是没有开车的嘛 所以如果说有开车的朋友的话 要住这边的话 停车位的话 都是以可能per entry 还是看你住几个小时 这一边吉隆坡的 car park的话 sorry 的那个小时 hour rate的话 可能是五天 或者是maximum per day 大概是15块左右 这样子啦 看到时的情况 啊 so 这一边的话 九楼刚才讲到的Facility 里面是算是有一些 Wedding Pool 然后有Basketball 还有一些 像Badminton Court Garden这些等等啦 ok 从十楼开始的话 到21楼 这边就是 我们这边算是两个部分 这个是属于我们 Soho的部分 Soho的部分呢 那全部都是studio 这边算是studio的部分 然后如果是两房以上的话呢 是从在第24楼 到第67楼 都是我们两房的部分 或自住型的部分的啦 所以如果你要投资studio的话 都是只有在这边 到22楼最高 21楼最高 ok 而且如果好消息 刚才有要讲 是说这边 因为它是Soho的形式 所以对于 如果你是贷款 就是说已经有第三间房子的话 可能贷款maximum 70%对不对 我马来西亚人的话 那这个是可以带更高的 可以高达到85% 所以对第三间的朋友的房子的话 这一个我觉得非常适合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ok 像这个也是当中我们最入门的 这个studio 这一个卖点的话是在这一个部分 这边是属于在22楼 我们镜头往前看一下 22楼就是一般我们这边有这个高高空的这个sky pool 还有sky gym 这个到时也是可以直接看下去我们美美的双风塔 还有包括像其他的等等一些设施啦 还有另外强调一下 如果你们往上看的话44楼到45楼这边会是有一些retail 到时可能会有一些day cake cafe 还是retail food spa retail spa 或者是laundry等等 当然68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最高的sky bar 所以基本上大致上是这样子 这个因为刚刚推出 一期可能是2028年 不到2029年这样子将会完工的啦 ok 所以这个项目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往后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整个它的外面的passage ok 所以看完了这个项目的话 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 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这边最明星的户型 走 Let's go 来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里面当中的最小的户型 也是最入门最便宜的户型 来 先给大家看 那这个户型呢 其实我先说最小户型是studio啦 当然你看到这个是属于我们dualkey so所谓dualkey跟studio它的分别是这样子 就是studio是这个部分 但是它再更大一点 这个是550户型的 如果是studio的话 这个单单这样子的话 是350平方的建筑面积 dualkey的话是550 所以dualkey的话 你一进来就会看到两个单位 但是呢 我们先讲一下 介绍一下我们的studio这样子啦 来 studio的话就是酒店式的造房 基本上你一进来呢 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厨房壁厨 像基本上这个所有单位的都是fully furnished 就是精装修的了 所以很适合你们拿来做Airbnb 或者是另包入住这样子 但是基本上这个是show house 那一般如果标配来讲的话 这一个基本的像厨房壁厨啊 还有包括我们的厕所的啊 这个墙装啊 全部都是直接上到顶的啦 所以它大概包括这个马桶的话 也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 那个交往标准 那其他的话呢 有一些像家具啊 装修啊 这些木板的话 这些都是ID设计是不包含的啦 当然这些床啊 Fully furnished 就是基本上基本的都会有啦 像空调这些啦 所以这个整个空间 看起来就是大概是350平方程左右 这样子的 那有自己的窗户 所以看一下 因为有两个的方向嘛 所以看你选择的方向是哪一个方向 那studio基本上刚才有跟大家讲的话 这一款的户型呢 都是属于啊 都是比较低户型 因为高楼的话 多Key 跟二楼的话都是属于比较高的 所以这一个大概是在10楼到21楼 都是属于这个户型 我们叫SOHO的studio户型啦 OK 这款也是最便宜的 而且如果你是有第三间物质的话呢 因为这个是SOHO commercial的话 可以贷款到85% OK 好 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DUOR KEY的话呢 它的分别就是刚刚那一款 对不起 只有本地人可以买 如果你是外国人的话呢 那你可以考虑这一款的DUOR KEY 那DUOR KEY 我觉得更不错的是 你算是两房 那你可以分开 那你的回报可能会更高一些 这样子吧 OK 来 基本上价钱 其实如果你算两间单位的话 没有查太多 这个是DUOR KEY的户型另外一边部分 那同样的这一边呢 就是有这个厨房 小小的盘去 这样子 然后来到这边 这一个也是有自己的这个厕所 同样的跟刚才那个很类似的 OK 来 所以这边呢就有自己的算是一个房间 卧室这样子了 OK 所以这一个刚才讲了550sqft的话 DUOR KEY的话 它的Maintenance fee呢 大概算了350 如果是Studio的话呢 隔壁那一个你的Maintenance fee 大概是250 每个月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还挺可负担的 因为它单位面积不是很大 所以你物业管理费也不需要给到这么多了 OK 所以这一款的话550 这一款DUOR KEY的话 外国人是可以买的哦 好 那刚刚说这一个DATE 如果你只是买Studio的话呢 你大概的平均每日的出租率 大概是在250到300 一个晚上 我们讲这一边附近来说 我们当然不可以跟FORSEASON 那种一万七八百整千块的比了 如果是DUOR KEY的话呢 两个看你是你就个别可以分开出租 所以一句估计来讲 你如果当作两房的话 来出租的话 可能是差不多300 350甚至400 这样子 DEPEND上他的季节 这样子啦 OK 看完了这个户型的话 我们现在带你们去看另外一个户型 走 OK 这一款呢 是属于两房户型 那对于一些 如果你想要自己住的话呢 这边两房户型 它有分几个款式 从最小的话 这边是刚刚你看的 DUOR KEY 550 还有包括是比较大的话 有到700 700 700多 甚至最大的话呢 这边是有到 等一下 让我看一下 应该是到800多 这样子左右啦 的平方尺这样子的 OK 所以它有两房一侧 也有两房两侧的 所以我们进来看一下 啊 这个 租号是刚刚新鲜测炉 所以你看到 他们还在炉火炉头的 在touch up一些东西 所以这边是我们的客厅的部分 这边是你的厨房的部分 那一样同样也是 是FULLY FURNIC箱子啦 有上下壁厨 那这一间呢 就是属于另外 其中一间的卧室的部分了 那这一个户型 你秀号是的话 是属于两房一侧的 所以没有那个厕所的部分 那这一边的话 就是你只有卧室了 厕所的话 是属于在外面 那是属于共用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边是我们的厕所 所以这个厕所呢 那有两道门 这边客人来 可以走这边呢 那从你的房间 也是有另外一道门 是连接的 那这一个就是你的厕所 shower 大小的地方 这个厕所 来我们进来往 看一下我们里面的房间的部分 这边就是卧室了 这个空间就会比 因为它算是主卧室 这样子了 所以它的空间感 会比刚才那个 稍微更大一些了 OK 好 这个从550到804 square feet 最重要重点的 来 我们没有办法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一个重点 这个 因为如果你选到view 基本上都是看着 那个双风塔 看到吗 这个实际 Edge view就是这样子 看你的楼层 哇 很少有房子 就是你的家 一打开你的阳台的时候 就看到这么美的双风塔 因为这个地理位置 就是正正对着那个双风塔了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 for两房的户型 OK 基本上还有其他户型 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看到 如果想要更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点击下面 我们会把那个 bush还有平面图发给你了 那当然有些 有些朋友的话 可能会顾虑说 因为这个是漆房 想要知道 这个发展上的背景 可不可靠 这样子 然后先给大家讲一下 关于这个开发商的话 其实1974年就已经开始到现在 已经很久了 你自己算的话 今年2024年 大概都有 最近算是50年了 所以一开始 这整个 它这些 它的整个 Mountstone 它的一些历史 这样子 从一开始有见过 在Kuchia Lama 也是吉隆坡这边 Gee Residence 还有Extella 也是卖得很火红的 在Selit Patalin 那个大城堡那边 也是它的项目 还有Noven 在Bansha South 还有Solaves 也是在Bansha South 还有Bukit Jalio 还有Selit Gumbangan 还有Bandakilala 这些的 那这一个项目呢 那它是他们家 第一个在KLCC 四种型的项目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它的这个价钱 非常非常的优惠 所以到底有机会呢 到底到底有几油 会几便宜的话 你这个要点击下面 我们再把剩下 再来更多的资讯 发给你了 OK 所以大致上 整个项目的详情 是这样子 如果说有想要 有兴趣 想要投资的话 那如果你人在新加坡 还是在新山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 先预议一下 一对一 跟你线上讲解一下 整个为何 这个是非常值得投资的 OK 所以如果想看房的话 我们也是有 吉隆坡的团队 来跟你们接待这样子 那有问题的话 记得可以按下 以下连接 给我们联系 还没有follow我们的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的话 赶快去按赞一下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 就到此为止 下一次留守我们 我们会分享 更多的好看给你们 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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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